今天我們要將 Brand Experience 品牌體驗 那剛剛我說的 我剛剛是大概過年前 剛去歐洲 我會去我媽媽家 在法國那邊 我去那邊大概一個月以後 我發現我跟我太太 我太太是台灣人 我們到法國 每次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我們在排隊的時候 那浮照 我的浮照是英國 所以還OK 就是可以很順利的過去 只要是到我太太 我後來我們是最多移民 就離開你的飛機場 因為大家都看他的浮照 我講的是比較奔骨一點的飛機場 比如說在南方那邊的小警場 看到台灣 Passport 不好意思 這邊提出我 因為是用 Main Journey 他拿浮照 其實每次都會想 那這個是 為什麼我們的系統 是China嗎 還是不是China嗎 每次都要重新解釋一下 台灣是怎麼樣的地方 我覺得 為什麼 大家都一直不知道 台灣到底是怎麼樣的地方 為什麼這樣子 只有台灣人知道了 但是歐洲很多人也不知道 即使 我不要在這邊對你說 即使我覺得前幾年 就是因為疫情的問題 台灣的定位非常非常的基礎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台灣 can help 我們這邊沒有權責 沒有什麼case 我們很棒 我們這裡可以搬出人家 我們有口罩 可以送你們 我們這邊沒有疫情 所以送你們 來 免費了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覺得 台灣是很棒的地方 那所以怎麼現在我去法國機場 他們還不知道台灣是誰 是不是我們目前 我們的brand experience 還不夠完整 Yeah 即使 我覺得也有點不完整 因為說實話 台灣 can help 很棒 但是我中機場 中法國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 最奇怪的是 一旦你們要飛出去的時候 機場很漂亮 然後我們會來台灣的時候 機場沒有下巴巴 因為我們的地方好像 其實沒有辦法完成 沒有那麼漂亮 那我覺得 那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真的 experience 就是一開始 我的印象也不會那麼加分的 然後比如說 我知道計程車 手不定油冷是 牙子都轟轟的 是冰冷 我覺得 好像台灣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像我們剛剛從台車上來 我們做 我們在台北火車站 那到我車站 我想 你們去低下四間taxi taxi都很漂亮 很乾淨 你知道你們去一樓間taxi 其實 很多taxi就很弱 那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 experience 會讓我覺得 因為台灣還是有點複雜 別人亂七八糟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 從疫情到現在 是不是有進步嗎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 有進步嗎 讓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 這個實際要讓我們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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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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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 是 那時候 我覺得 其實很多人吃得很安靜的 我也有點緊張 看到這個 我沒有再欺負台灣 不然我會鎖在這邊三十年 所以 你放心 我愛台灣 但是我覺得 我比較 比較難過的是 我覺得 台灣這個品牌 一直都沒有出到很完勝 沒有出得很好 沒有去考慮 外國人還有台灣人的品牌體驗 有沒有出得很完勝 有沒有出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是 我們公司其實一直都會考慮這一部分 那什麼是 brand experience 我們來看一下 我還是要轉快一點 brand experience 我講英文 就是 every sensation perception thought or feeling that the custom has in response to your brand 你們看到底牌 你們會得到什麼感覺 你們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會被怎麼樣 怎麼會被印象 What kind of influence would you get 我們要討論一下 我們關鍵式 這是 這是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and and the customer 所以呢 我們回到旅遊的部分 我去法國 我說 蟬龍 蟬龍航空公司 那 其實 有很多關鍵時刻 會印象我的感覺 比如說 我看他們的廣告 那這不是真的廣告 那時候我發現 你們去中校公路 還是去外面看 看你的記憶報 然後可能又發現 iPhone也好 還有掛那個 餐廣告的 LOGO 說不定你們沒有想要出國 但是你看到這個廣告 那上你們想要出國的時候 去旅遊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稍微被洗腦 被印象 被印象 我們應該可以 找廣告公司去訂幾票 這個是一種洗腦的方式 這個是一個 小小的 brand experience的一個印象 好 下一節了 然後 到後來就是 YouTuber KOL 就是在YouTube 還是在線上PO一些 就是 客戶滿意度的一些 筆牌 比如說 我這邊做華航 我做長榮 我覺得華航 你們看他的椅子很大 他的服務很好啊 等等 這些都會影響我 這些都是 positive as negative 的 關鍵時刻 所以我們做品牌 除了定位的時候 定位設定好的時候 歡迎講講清楚 這個定位 如果很清楚 用誰來講 我就還不夠 我們希望這個定位 可以延伸到 廣告 體驗 服務 產品等等 包括線上 關鍵時刻 也是要考慮線上 到會也會有顧問 來分享一下 你的AI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也是 可以學到很多 那 目前我們的 website 有沒有做得很完整 又符合我們的定位嗎 有沒有辦法影響客戶 比如說website 很慢 還是不完整 還是不清楚 照片的解析度很弱 這個都會影響我的感覺 所以這些都是 要注意的 另外一個是 我們到委台 我們要去check in 我們要做飛機的時候 需不需要派對 他的系統是不是 就是很複雜 還是有人會讓我去哪裡嗎 還是會幫我check in嗎 這些都是 另外這種 關鍵時刻 都要 都會影響 然後我覺得台灣 最初衷的是 我們坐飛機 不管飛機好不好 有沒有很舒服 他的食物有沒有好吃 這個好像是台灣的重點 是不是 像我跟我太太 以前去我太太是台灣人 以後他是全書Vegan 他不吃肉 所以他們是特地 先準備Vegan的食物給他吃 他看我有東西 差一點 他差一點吃我的肉 這個看起來好難吃 其實我覺得 對他來講 影響最深刻就是這個 食物 另外一個是 孔傑 就是他們的服務 就是Employing 所以剛剛這次留題了 就是內部的教訓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需要讓他知道 我們產榮的品牌定位 到底是什麼 我們的承諾是什麼 我們要給他怎麼樣的印象 那為什麼品牌體驗很重要 其實就很簡單 我們來看 如果關鍵時刻 有很多重關鍵時刻 比如說 我看他的 我看我們的品牌的website 還是我打電話給公司 還是跟服務人員交通等等 但是 每個關鍵時刻 有沒有戳得好 還是戳得不好 我們會得到一種 paint feeling or glory feeling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7-11 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對目前 看這個7-11這個品牌 如果你們覺得 我去7-11 我的體驗都是很棒 都是去這個 如果你們覺得 其實我覺得還好 用這個 不要害羞 所以百分之百 都覺得7-11很棒 那只有我這樣子嗎 其實不是7-11 不管是7-11 還是全家 我都有這樣子的 idea 為什麼 因為我不會喝咖啡 可是我太太都要求 我早上一起來 都要去買咖啡 我是好老公 那時候我去買咖啡 我一直認為7-11很棒 因為都是屬於方便 對不對 他的定位就是方便 那請問 你們上班 上班那個時間 去買咖啡 都能多久 很方便嗎 其實我覺得 你們有提City咖啡 其實City咖啡 它也做很大改變 對不對 用師傅來喝咖啡 這樣子 但是 即使7-11 你是要款給我 這是總點 所以這個我覺得 不一定是對我來講 那個體驗也不是那麼好 你們都很喜歡 可是台灣人太可惜了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那請問IKEA 一樣 要不要舉手 這個是這個 一半一半喔 一半一半 我也是這樣 好像我是真的 很喜歡保養的人 其實我不是 但是誰希望去生 誰希望去IKEA 其實我最 我印象最深刻是 你去那邊 他們故意的動的到底 你會低路 而且你說 假設你要去賣 最後面的產品 你一定要牢牢牢牢 大概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對不對 而且要找人 完全找不到服務人員 他們故意的 然後你就是 找不到人 沒關係我自己找 喔迷路了 那要去哪裡 那再老一錢 對不對 但是 有一個地方 是我覺得不錯的 就是 冰淇淋 為什麼他離開的時候 是送冰淇淋 這個是一種 experience 雖然你覺得 好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你很痛苦 但是最少是 Family 還有你自己很辛苦 很開心 對 吃冰淇淋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一半一半 positive negative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買保濕姐 其實我覺得 台灣保濕姐 不代表保濕姐 因為是中代 對不對 不是保濕姐公司 但是 如果你們跟保濕姐 買車子 也要等很久 假設你們要賣個 911的車子 可能要等一年的時間 所以 這個MOT 是這樣 我真的很想要開車 等很久很久 但是 在台灣他們很聰明 他們會跟你說 我明年5月 城市會來 但是 每次都會講比較久 以後到 3月分 我會打電話說 欸 宋先生 城市來啊 喔 提上 要跟你兩個月 就 很棒的MOT 這個體驗很好 好 我們再來 拜託 你們不覺得 這些圖片不錯嗎 你們知道 所有的圖片是用Major 你們知道我玩多少世界嗎 半天 半天 所以 我是幫我們要站AI的顧問 我就是 真的AI是一定要參考的 還幫企業蠻多的 但是我們的設計 不是用AI 我們還是用我們自己的 OK 好 最後一個 或是他嗎 或是他嗎 Yes Good 或不是 舉手 好 很多人 插插插 甚至有一個很喜歡的 我自己也是這樣子 一直抱怨 我真的是被法國印象 很喜歡老人 為什麼 摩斯汉堡 他的比較痛苦的地方是什麼 要等很久 他們是不是故意的 因為想要表達 我們的東西是用 我們是用手工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像歐公馬那個CNC公司 我們是師父 其實他也不是這樣子做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每次覺得他們故意的 就是要慢慢做 你看 所以要看人的需求 如果你們很急 你們會跟這個關鍵時刻不太好 但是如果你們覺得 我要吃好吃的 產品比較重要 那你不會管 你不會管要等多久 所以 所以我們要考慮一個體驗 要想 對方的人到底是怎樣的 他在等比較初衷什麼 不是大家都喜歡 我想我們很多客戶 打亂公司都會說 我自己是喜歡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後來他們到國外 也是用一樣的做法 來去介紹產品 我覺得其實 跟國家都不太一樣 每個國家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這邊 我想每天顧問公司 都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需要了解 我們的Customer Journey Customer Journey 聽錯了 因為沒Journey 還沒有到 很標準的 但是 Customer Journey 是我們需要跨越 目前 如果要跟我們合作的Customer 是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會有些Touch Point 比如說 線上廣告嗎 還是口碑嗎 以後到人店 要看產品 報裝等等 這些都是跟Customer Journey有關的 那這些為什麼 我對Customer Journey很重要 是因為 我們公司其實做蠻多 大大活動的 除了品牌之外 我們也做活動 就是說 國家可見的開幕活動 還有那些 官藝術結 當然疫情的關係 沒有說 最近沒有說那麼多了 但是你們想 國家可見的開幕活動 有多複雜 尤其跟關鍵時刻 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要給客戶一些很明確的 experience 你要考慮很多東西 非常多東西 而且 只要是政府的案子 更多了 因為你一定要想 experience 民進黨 出眾民進黨的人 他們問他 你看啊 這個是國民黨辦的 要看哪裡做的不好 要你說國民黨的案子 民進黨的人會來說 這個好像不完全 所以其實 每一個技術店 一定要想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你們可能是企業 我覺得企業也是一樣 我們去展覽 你要是不是影響我們的客戶 我們在線上 你要什麼去影響我們的客戶 我不怕錯了 有粉絲放在規劃 他所有的活動 大概千幾年 以前牛腹沒有辦過活動 他用表演庫 但是沒有辦過活動 後來跟大家說 我們說 其實客戶他來這裡 他就為他一次 也會再回來 你需要給他一些原因 就是讓他唱回來 所以 這個我不多說 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後面有一個 你等一下想 下面有一個人講 好 所以其實關鍵是 跟我們都會想 Customer的習慣 我們需要非常了解Customer 比如說 我們是幫很多客戶做手工具 那你到手工具的展覽 手工具展的時候 如果你們螺絲旗子 放在桌上 放在櫃子裡面 一般小廢子 他摸不到 他也沒有辦法 滿意 因為他覺得我一定要摸 在手工具這個行業 一定是要用手摸的 所以我這邊沒有上客戶 就是只能看到 小朋友在看版班 看摸不到它會很緊張 這樣你們去展覽 有所有工具在櫃子裡面 很多客戶來 他們會覺得 但是我沒有辦法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很舒服 所以我們需要了解這部分 所以Display也很重要 台庫也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有一些品牌產品還是最重要 對我而言來講 Subway 產品好吃 健康 但是我一直覺得 Subway的服務人員 非常差 有人會覺得這個 再根吸水太低了 因為每次要東西 他就是這樣子 那我想可能不是這個原因 我覺得原因是 因為他需要問Everybody 你要什麼醬 你要什麼麵包 你要什麼東西 以後你每次說 呃... 全麥 哦不要不要 你會放這個 你會放這個 你是我第一把給Post 以後每次都要問這些問題 所以可能是這個原因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 Subway好像 脾氣好像沒有那麼好 沒有很Smiley 對不對 好 好 那為什麼要再也要回到這邊 因為其實我給你們 加一個小祕密 我本來是 一半一要回台灣 但是我太慢了 以後沒有 沒有Cash for the plane I miss my plane So I had to stay for two more days in the hotel in the airport in the airport 所以 那時候我們到機場 我在法國 Sharter Grove那邊 我們在飯店 然後我已經很晚了 已經大概晚上九點 有了飯店 我說啊 飛機 壓中性兵飛機 我說完蛋怎麼辦 所以我拿電話給Sharter Grove 沒有人接 法國Sharter Grove 沒有人接 我大概00800的號碼 沒有人接 我帶給Sharter Grove 加拿大 美國 法國 台灣 沒有人接 我上完 沒有地方 可以跟他們聯絡 我以後說 哇 這個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誇張的關鍵時刻 的 WELCOME ONBOARD FLIGHT SPK001 TO SUCCESS OUR AIRCRAFT IS UNDER THE COMMAND OF CAPTAIN JAMES AND FIRST CAPTAIN TONY HE HAS INFORMED ME THAT OUR FLYING TIME WILL BE APPROXIMATELY SIX MONTHS WHILE WE ARE HERE TO ENSURE THAT YOU HAVE A COMFORTABLE TRIP WITH US TODAY WE ARE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SAFETY OF YOUR PROJECT WITH THAT IN MIND WE ASK YOU TO TAKE THE SUBCAMA PROPOSAL OUT OF THE SEAT POCKET IN FRONT OF YOU AND FOLLOW ALONG AS WE PERFORM OUR SAFETY DEMONSTRATION YOU ARE ON BOARD A 747 THERE ARE 10 EMERGENCY EXITS 5 DOORS ON THE LEFT AND 5 DOORS ON THE RIGHT EACH MARKED WITH A RED EXIT SIGN OVERHEAD ALL DOORS MAY ONLY BE TAKEN BY THE COMPANIES THAT YOU DO NOT WISH TO WORK WITH FOR ALL COMPANIES EXCEPT SUBCAMA PLEASE NOTE THAT DOORS 3 LEFT AND 3 RIGHT ARE EQUIPPED WITH SLIDE RAFTS THESE RAFTS MAY BE DETACHED IN THE EVENT THIS AIRCRAFT IS EQUIPPED WITH AISLE PATH LIGHTING WHICH IS LOCATED ON THE FLOOR IN THE LEFT AND RIGHT AISLES THE PATH LIGHTING SHOULD LEAD YOU DIRECTLY TO TAICHONG WHERE SUBCAMA IS LOCATED SUBCAMA WILL HANDLE ALL PRESSURE FOR YOU IN THE CABIN HOWEVER SHOULD IT CHANGE RADICALLY IN FLIGHT PHONES WILL AUTOMATICALLY DROP IN FRONT OF YOU REACH UP AND PULL THE RECEIVER TO YOUR FACE THIS ACTION WILL START THE PHONE CALL TO SUBCAMA PLACE THE PHONE OVER BOTH YOUR MOUTH AND NOSE AND HOLD FIRMLY AS YOUR FLIGHT ATTENDANT IS DEMONSTRATING IF YOU ARE TRAVELING WITH INEXPERIENCED DESIGNERS OR ARE SEATED NEXT TO SOMEONE WHO NEEDS BRAND AND DESIGN ASSISTANCE PLACE THE PHONE TO YOUR EAR FIRST THEN OFFER ASSISTANCE YOUR LIFE VEST IS LOCATED IN A POUCH BENEATH THE SEAT SHOULD ITS USE BECOME NECESSARY REMOVE IT FROM THE PLASTIC PACKET SLIP IT OVER YOUR HEAD AND PULL DOWNWARD ON THE FRONT PANEL BRING THE STRAP AROUND YOUR WAIST AND INSERT IT INTO THE BUCKLE ON THE FRONT PULL ON THE LOOSE STRAP UNTIL THE VEST FITS SNUGLY AS WE ARE NOW DEMONSTRATING AS YOU LEAVE THE AIRCRAFT INFLATE THE VEST BY PUTTING DOWN FIRMLY ON THE RED TAB THE VEST MAY BE ALREADY INFLATED BY BLOWING INTO THE INFLATION TUBES AT SHOULDER LEVEL EACH VEST HAS A RESCUE LIGHT ON THE SHOULDER FOR NIGHT USE WHICH IS WATER ACTIVATED BY REMOVING THE PULL TO LIGHT TAB LOCATED ON THE BATTERY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OUR PROJECT WILL START SHORTLY ON BEHALF OF SAPKAMA AIRLINES WE THANK YOU FOR YOUR TRUST IN US AND LOOK FORWARD TO A GREAT JOURNEY TOGETHER 好 谢谢 好 谢谢